欢迎弟兄姐妹来到 主人牧师的话 我们今天有S的牧师 小颖牧师 还有国城传道 在2021年一开始 牧师还有Pastor Amos 做了一个非常对的选择 就是在1月1号 我们有城导 而且在当天 童工也一起来献早祭 还有晚祭 真的 那天我们经历非常非常地多 那我们先来听国城传道 那天城导牧师就分享 《数十记》第四章 而且那天牧师在台上 非常兴奋地分享这一章 因为神有话 都有门说 特别那一章就讲到 神兴起迪波拉先知 然后透过先知 神就呼召巴拉将军起来 然后当先知起来 这个将军巴拉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带动了1万人 去参与这场的争战 然后后来也有各支派 也加入了这一场的争战 而且那个的人数大概有3万人 他们总所有的人大概有4万人 而且超自然的赢了这场争战 怎么说是超自然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讲说 他们4万人是没有带武器的 可是他们真的是超自然得胜 所以从牧师的分享 我们看到就是当先知战起来 男人起来 从各支派的组长一起起来 合一地去面对争战的时候 是就带下神超自然的得胜 是的 我觉得真的有神的启示 就有神迹 然后当神叫我们在1月1号 恢复成岛 然后我们还要早记晚记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的move 因为我们就看到 那一天就读到迪波拉 而且迪波拉就是一个先知 他发的一个议言 结果他就告诉巴拉 你要相信神要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 所以他信 我们才能够一同打这场仗的 所以我觉得在2021年的第一天 神就跟我们说 他要与我们一起争战 而且这个战役不是属于我们 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要跟神同工 然后当天更奇妙开始下雨 我们知道1月1号下雨 一直下到5号 然后在这几天里面 就好像天象有一个改变 假使你看一看 马来西亚的这个气象 你就看到那5天 其实那个温度是一直下降的 而且是雨不停的 所以我们感觉非常冷 所以我觉得神在天上 跟我们讲话 你要相信我 我在今年里面会介入 所以我们在主日 听的信息就是得胜得胜2021 所以我觉得是一起合成 全都是在这一个战争里面 神告诉我们 无论环境如何 我们都得胜 是 我还记得就是在主日当天 其实就从早上 一直下雨下到晚上 那天的主日就是 赞年牧师就分享得胜 得胜2021 然后我还记得在崇拜开始 敬拜开始的时候 然后艾姆斯牧师就过来 他讲说等一下你要上去发音员 然后就开始祷告 然后开始祷告的时候 神就把话也撕下来 然后神就讲说 今年神把一个全新的恩膏 赐给GA602堂 我看到神把一个全金色的号角 然后里面装着一个全金的油 然后就倒在我们的祷告帐幕的上面 然后神说这个是全新 五重执事的恩膏 一个新的使徒性的恩膏会被释放下来 新的先知性的恩膏 新的传福音的恩膏 还有新的教师的恩膏 还有一个新的牧养的恩膏 会全部被释放出来 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 而且神说因为 所有的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 都一直忠心地跟随神 所以神要在这里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神在预备末世 在每一位幕后要去牧养 要去带领很多的人群 然后当我释放这个预言过后的时候 我下来 然后有一个同工就过来 他就讲说 我很兴奋地听到你的见证 然后问他为什么 他讲说他们小组在前一天 为传福音的事情祷告的时候 神就把一个金色的鞋子送给他们 然后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金色的鞋子 所以今天他看到 他就知道说 神印证了一个全新的恩膏 就被释放出来 Amen 感谢神 当我们看到在年头最关键的时候 我们做对的选择 神的启示和神的话语 就是不断地向我们来显现 当天我们还有早祭还有晚祭 那我们来听听Pastor Sarah 感谢神在1月1号第一天我们就有同工们回来 教会祷告物还有祷告塔来祷告 先早祭晚祭 非常有神就是当天读了四世纪第四章过后 我们就有七个人在这个祷告塔祷告 那有三个弟兄四个姐妹 那当天因为非常有恩膏是在启示信是说男人要兴起来 就是巴拉要起来 巴拉代表一个大将军 对将军是以色列的将军 来向着仇敌来成战 那天我们除了我们立位人为了很多事情来认罪悔改 还为了2021年来不断宣告得胜之外 我们也做了一个限制性行动 就是我们就请三位弟兄就是Pastor Amos Pastor David还有Pastor Elijah 就代表所有的男人就来宣告他们要兴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就宣告男人要怎么兴起来 要怎样起来来抵挡仇敌 要怎样带领家人还有小组还有教会各方面来争战 所以当时候我们四个姐妹就是牧师我 还有Pastor Charlotte还有Pastor Lois 就在后面就support着所有的弟兄 是为所有弟兄来祷告 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兴奋 在1月1号开始 神就启示说男人真的是要起来 我们也相信神透过他的圣灵的话语 就是先知性的话语下来的时候 在弟兄起来的时候 带领军队出去征战的时候 我们相信仇敌都要施散 我们就是得胜2021 所以关键在男人要起来 没有办法就立刻要去医院 然后那时候两个孩子不到八个月的大 才七个半月这样子 所以他们早上就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就一直为他们祷告 然后就宣告得胜2021 而且宣告孩子一定要安全 一定要健康 所以很感恩的就在当天 医生就帮妈妈就开刀 然后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所以孩子才1.49kg 其实很小 但是呢 很神迹的 医生就说他们的生存率是99.95% 意思是说孩子是很健康的 虽然那天一开始 凌晨就感觉好像是危机重重 很艰难或者是很危险 但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神 我们选择依靠神 当我们站起来跟随神 然后也跟随上位者的时候 看见他们就经历神了 现在一家人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家里有两个新的宝宝出宿 而且这两个宝宝是男生 对 所以两个大将军起来就不得了 Amen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 我觉得当这个迪波拉发义员 然后巴拉跟迪波拉一起站起来 出队的时候 其实圣经在第5章他就说 他们就太平40年 40年代比一个世代 所以假使我们这一个代的人 我们真能够回应到神 跟随神 而且很定义的 就是要看到一个突破 还有一个经历 所以我们假使这样起来的话 我们其实是让这一个世代 太平40年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 好好的来依靠神 好好的来跟随神 虽然有危机 虽然有困难 但是我们对主要相信 迪波拉的时代 巴拉的时代 都是非常困难 被压制了20年 他们几乎都不能做生意 公路上都没有人行走 好凄惨 可是神却借路 他们愿意起来 他就出手 结果就整个事情就改变 所以我也在这里鼓励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一同起来 我们都要一同起来 我们继续要跟随神 这是我心中非常盼望 而且我也相信 得胜 得得2021 一定会发生 Amen 是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经历 得胜2021 谢谢大家收看主任牧师的话 我们再见 拜拜